这件事我做的对不起仙长和尤兰 我现在的处境 你根本不会理解 韩娃 你跟欧阳清混在一起 不会有啥好果子吃的 我就没想过 有啥好果子吃 你站住 咱还是不是好兄弟 走吧 洪老板 好久不见了 你忙啥的你 我正找你呢 我现在也是军需官了 跟你一样今天来想跟你取经了 这说啥呢 早就知道你当了集心官了 有什么好生意照顾照顾老哥哥 你照顾我吧 咱喝两杯再 好啊 走 走 走 坐两杯 不瞒你说呀 哥哥最近苦得很呢 这自从欧阳清接管了戏兵旅 我是一点油水也捞不到 这好处都让他警察局手下给抢走了 这军饷都半年没罚我 不至于 不至于吧 我们保安团倒是挺滋润的 整天吃香的喝辣的 要不然你干脆到我们保安团来 跟着我们干 兄弟可别逗哥哥了 咱们俩还得是找点这个发财的路子 才是升哥的 要不然咱还像以前一样 做点买卖 你手头有啥货没有 烟土日本货都能赚大钱 这烟土早就没有了 不过昨天警察局倒是截了一批 走私物资放在我那儿 有棉花 白糖 可是我不敢卖呀 啥 守着肥肉你还说没饭吃 你傻呀你 这些东西现在比烟土值钱 你要是能搞出点来 咱就能赚大钱 我帮你找买价收 什么人 不是本地的 是雇员那边过来的蒙古人 可别是共产党啊 哥哥可顶不起这个类影 咋可能呢 他们是专做白鹅生意的 现在除了他们 没人能出得起这价钱 你好好想想 错过了可就没这机会了 我刚刚清楚知道 我把这货卖的 都扒了我的皮业了 警察局的老虎 那我可不想做 要干咱就干一片大的 干挂了原封高飞 你老家不是东北的吗 赚了钱回东北 欧阳青还能跟你追到哈尔滨去 马上就要打仗了 到时候咱们得拉到前线 就都成炮灰了 想一想吃不吃 那我卖货了你有啥好处啊 咱五五分 咋样 这脑袋别腰正事可是我干的 可是我干的 你六我四 我帮你找到夏家 我还顶着雷呢 我还顶着雷呢 他们能出什么价钱 只要看你这些货的橙色灾 你有多少货 三百斤白糖 一千斤面粉 还有棉花 要什么 我全要 有多少要多少 军火要吗 啥 还有军火 反正这事啊漏了横竖都是死 不如干条大的 你说的军火是啥东西 欧阳青那小子 给老子三百条枪 两千发子弹 全是崭新的日本货 我全都要了 咱敢几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我都要了 参见兄弟 你可得给个好价钱呢 这回把命都打理了 这么快就有线索了 这么快就有线索了 慢点吃 干净 你干儿子办事啥说不利索 他们答应卖吗 不但答应卖 还答应卖那批军火呢 是欧阳青从这儿 提走的那批军火呀 是哪 就是那批 他们要多少钱啊 咱有那么多钱吗 我倒是有点 可没这么多 咱就先说跟他买着 反正这事 他也不敢让太多人知道 实在不行 我干脆就冥想 去吧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只能是一开始你签的线 剩下的事我不会让你去做 我已经有人选了 我跟赵大庆说好了 到时候去看货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你不能去 咋 什么时候见面你听我的 我不能让中尉有第二个人 知道你的身份 那你说这人可靠吗 三九年入党 老党员了 你和赵大庆约好了时间地点 我就带着他去街头 赶紧啊 那你也小心点 放心吧 我会安排的 老趁 人我已经跟你约好了 今晚十点 就在咱喝酒那小酒馆 你提前订个包件 另外 老趁 老趁 你跟这人千万别提我 中间倒了好几个人哪 这人是谁 老子也不认识 毕竟我是县长的干儿子 万一我干爹知道 还不得敲壁吗 这事 你知我知 上碗 上 放你心吧 绝对可靠 好 就这样 我 你怎么这么说 这事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千万不要露出破绽 放心吧 回来 去吧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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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好好好 请面读 那以后 我再来照顾我们姐妹 真好 真好 来来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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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再给您倒一杯啊 别别别换我了 来来来来 要杯酒喝了 要杯酒还没喝了 漂亮 那大杯吃一个 那大杯吃一个 你怎么回来啊 那你啊 那你啊 你怎么回来啊 再来一碗吃一个 你的酒杯酒还没给我喝的 好好好 那个 忍了呀 那我一会儿回来 干吗去呀 说完你干吗 你要急 你要急 你啊 你还要回来 你还要回来 一会儿就回来 你别自个人回来 赵长官 急如扬了 你不是蒙古人吗 小子姓吴 是给蒙古人办事的 你们放心 跟我今天的行驾完破 我们老板就会亲自掀水 和你救命的 那你没想到 白糖和药品是现在的锦鲲无字 我只是想看看 赵长官那里是不是也没说的 也不是 不得了 札大 札大 去哪了 你不要我了 不不不不不不 哎 死鬼 走了 哎 哎 老坏啊 我表弟 带姑姑说说话 我那人出现了 我那人出现了 你也应该得有 我们这些东西 但是是什么 我送你这个铁鱼啊 我有她就在哪儿 然后转你铁鱼吧 不可以走吗 我跟你那边 你没想到 我其实看不通了 我带你走 能不能出去 别管了 跟我走 警察局 好 张队长在我们这儿 什么 张队长在你们那儿 对 他今天不休息吗 快来骑兵旅接人吧 骑兵旅 你让他接电话 好 喂 是你追账吗 是我 我是张商本呢 我叫他能让人当贼 给抓他起来了 你快看他追账了几天多 我又有个转 请问我准备你 好好好 谁是这样 骑兵旅打了电话 说张队长在他们大门口 差点让人当贼给抓起来 他这么能去那儿他妈 他让你接电话 你 人是我 有点吗 我抓到周大清 反正去有物资的证据了 真的 你现在人在哪儿 在前面里啊 等着 嗯 去疾病那边 好 我背车 看见了什么 局长 军需官赵大庆要做生意 他要卖掉我们刚捷到的那群姿 你能确定吗 他俩在酒馆里碰头的时候 我听到他们谈话里有 我拜他们和军火 后来他们说到这里的验货 就跟到这来了 你可不痛心 好大的胆子 负子令 找我有事 赵大庆 你干的好事啊 别闹 收下发什么发了 你还有个表弟啊 嗯 表弟人呢 他走了 回去了 胡氏贵给我养了一只肥老鼠啊 你军需官就是干这个的 属下不明白傅司令的意思 你不明白是吗 好 带他回警察局 让他明白 走 傅司令 傅司令 你找命啊 局长 走 走 走 那边呢 滚 赵大庆 你原来是胡氏贵的人 我估计前嫌收留了你 就是看你平时办事还算严谨 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么个祸死 居然连我的东西都干透 我欧阳青要是不办你 他们会说我是吃素的 我的骑饼旅 就被你们这些众虫给住空了 傅司令 你放过我吧 你饶了我吧 你可是大善人哪 我是大善人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 美雄啊 是 常本 我是什么人 他谁呀 放心 我们局长这个大善 不会冤枉你一个好人的 你拍马剧没有用 你这么大 大善人在身 好 好 找命啊 傅司令 找命啊 赵大庆别装 搞不好会把我给供出来 很有可能 秦娃 你就记着 只要有人指认你 你就一口咬定是签线买东西 他们只有口供没证据 欧阳青拿的也没办法 欧阳青 我们干脆把他做了算了 他太危险了 还啥不是目的 赵娘你可不知道 他一直在把友兰的主意 我咋不知道吗 干娘早就看出来了 干娘早就看出来了 那也不能让她整天缠着用来 没用的 你妹子心里只有你 她得逞不了 好 俊娃 要让我说啊 你们俩早点把婚定了得了 只要你们俩一结婚 她就是你媳妇 哪还有这么多事啊 你对你妹子到底咋想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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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妹子嘛 哎呀 俊娃呀 她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 我们都看在眼里呢 你把她当妹子 她可是想让你做她的汉子 可这时候 我也不能对不出汉花的 行 别想这么多了 我跟你干爹都商量过了 他也同意你们的婚事 要让我说呀 早一天大家坐下来 把这事挑明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行不 好 好 好 谢谢啊 过来 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按照您的吩咐 我已经跟他们联系上来 目前对我还没有怀疑 只不过我联系的那个共党 到现在还没有带我见他们那上去 他一点情况也没透露 前两天 说有一块去干什么事 可是后来又说行动取消了 跟紧点 千万别把自己暴露了 你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好 进去吧 走了 早安 欧阳局长这么老跑医院 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我正需要这种闲话 何况 就算别人说什么 我是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不正好堵了别人的嘴吗 我父亲可是县长 就不夸我父亲了 我追求他的女儿 他觉得丢人吗 我等你下班 然后带你去吃饭 你今天很闲啊 也不算是很闲 不过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儿 特别人的事儿 和她那也在啊 副组队 坐吧 你们继续 路上局长 马强 mastery来了 都组好了 快都拿去 拿拿去 你知道吧 何忠翰现在已经是我 骑兵率得力的助手了 他现在日子不是很好过 我知道 你不用为他内求 他跟着我 一点不比跟着你爸爸这回 可是他毕竟背叛了上司 跟他的兄弟 算了 在哪一边他都是打不拒绝 你这么想就对了 尤兰 今天 我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 什么情报 隆东骂兰组亲手过吧 听说过 李延安最近的一个军统联络战 他们收到了消息 工党一批重要的物资 在运输途中失去了联络 共产党 正在寻找这批物资的下落 据说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把货物找回 你有消息了 我们的人已经截获了这批物资 负责押运的工党分子 当场被击毙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批物资 我想听听你这意见 你不想上缴 你知道 这批货物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我刚把货拿到 骑兵里的人就想死了一下把它卖掉 幸亏被我及时发现了 这些家伙胆子真大 是 如果这批货一直在我手里 你说 共党会不会按捺不住 自动送上门来 有可能 我倒是抓住了本地的几个共党分子 但是 真正的大鱼还没露头 有大鱼吗 情报显示 康战胜利以后 共党在中尉成立了自己的支部 领头的代号吕中 不过 到目前他们没有什么大的行动 对了 我的金条被解 我已经确认跟本地的共党有关系 所以你就让李伟雄去偷佟三权的枪 反应很快啊 是的 我一直怀疑佟三权 是 你还是不肯放过他 放心 没有证据我是不会动他的 如果 验出来枪跟这次枪击事件没有关系 他不可以正好摆脱嫌疑吗 你这个人太多疑了 你不是一直都怀疑洪柳客栈的老板娘吗 这回怎么又跟佟三权扯上关系 我正是怀疑洪流 才注意到跟他周边关系密切的人 你知道这次除了金条 还有一张军事地图 上面逼得很紧 如果不破案我难辞其咎啊 你已经把枪送到南京去了吗 验证科会不会重视 结案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这些我还都不能确定 有了 我的压力不止这些 现在骑兵里的处境很艰难 我接手以来 已经半年没有发出军箱了 你父亲又不肯让财政出钱来帮我养兵 所以这批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你是想把他们留下来吗 是的 胡适贵以前是靠走私烟土来养兵 我不愿意这么做 但上风又长期拖欠军饷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如果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 上头查下来 你的麻烦就大了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我希望你能知道我的难处吗 万一上风追查下来 我希望你帮我证明 我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硬马富可敌国 他居然连士兵的救命钱都要可口 你父亲是中卫的第一有钱人 他不也不舍得出钱来给齐兵旅救急吗 齐兵旅是马主席的嫡系 我父亲要是掏腰包给齐兵旅发军饷 被马主席知道了肯定要被枪毙 再说这两年财政吃紧 保安团全都靠我父亲养活着 能撑到哪一天也说不准 你父亲的言论 我觉得很同情共党分子 你得不时地敲打他几下 防止他站错队 来 欧阳局长 你先走吧 我有几句话也要跟钟翰说 好的 我先走了 钟翰哥 你能少喝点酒吗 欧阳青在追你是吗 你少喝点酒 你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满岸 来 躲着我 还不想见我躲着 爸 三千哥 回去了 你们聊什么呢 说那钟翰哥的事 说他干什么 钟翰你个人哪 一不错不不错 你说我待他这么多年 他居然投靠了欧阳青 真是让我伤透了心哪 骑兵旅不是挺好的吗 在哪儿当兵不是当啊 我见了钟翰一次 现在跟我躲躲闪闪的 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能跟以前一样吗 发生过这么多事情 不在一起说就不在一起说嘛 又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辈子做朋友 你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 咋了吗你 谁惹你了 你这丫头咋这么大脾气啊 想噎谁就噎谁啊 你不看看自己的脾气 惹了多少祸了 你害了自己 还害了三拳挨子弹 爸 你说啥呢 我上班去了 不和你们说了 不是 你这孩子怎么 这么没大没小的 我 赶紧 你也别生气 我去劝你 呀 今天你这是咋了吗 这么大脾气 跟哥说说 钟翰哥他骂我 那你啥了 反正他骂我 骂你啥了吧 他骂我是坏女人 世上都过去这么久了 还骂你做啥 我骂是不骂 你喝水呀 认识把我骂是不骂 你快点去吧 可是你还谈了 你不骂是自己的 道理 你怎么骂是自己的 他们就应该去 吃了一顿饭 还干啥呢 就只是吃一顿饭 妹子 我可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再跟他往来 民国心得是自有恋爱 我爸都不管我 要你管 我管你咋了 你要是再跟那狗日子 燃在一起 我就打断你腿 我就宰了他 干啥又要宰人了 你要不听话我就宰了他 叶驴 司令 想必你已经看到了 宁夏政府的吉店 马主席让我们骑兵旅 召集三个团的兵力 三日之内东渡黄河 配合主力围攻延安 可是 这些天 征兵一直没有征够人数 我们骑兵旅满打满算 只有一千七百人 连两个团的兵力都凑不起 啥意思吗 是让我告诉马主席 你的兵员不足 不去打仗了 凌威抗命那是死罪 保安团不是还有一千名弟兄吗 加上他们人数够了 保安团是保护地方平安的 那怎么能出去打仗啊 他们都走了 这个县城谁来保卫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养兵千日用兵异时 我觉得 保安团弟兄们 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说得轻巧 我们应该抛开个人的成剑 您是司令 我只是副手 可是这一次 由我亲自率领中卫的子弟兵们 上战场 我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 可是你呢 区区的一个保安团 都不舍得吗 这仗也打起来了 这仗也打起来了 不知道又是几年了 哪呀 刚赶跑的日文都没了 自己人跟自己人又打手了 我也不想打仗了 那天 天哪不知道了 看见胜利以后 这国庚上放的今日冲突 就准备停止过 咱们跟共军党 也一直没占到什么便宜 上头啊 现在仅需要一个重要的胜利 再安復民心 巩乎政权 这进攻延安 就是迟早的事了 咱保安团是保地方平安的 为啥要拉到战场呢 去送死啊 上头的指令 是要中卫骑兵旅出兵的 可欧阳卿 他就想吞掉咱们 愣说 招兵不利 兵力不足 就非落着咱们保安团 一块儿当炮灰不可 欧阳卿用大帽子压着我呀 他还说他自己要带兵上战场呢 还死啊 活啊 说了一大堆 我真想不出什么办法 我真想不出什么办法 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拒绝他 我是不想去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 窝囊 我估计他现在正在摩前擦掌的准备着呢 我 国民党部队大规模的要攻打咱延安了 咱的人知不知道 早就知道了 延安不会有事的 那我咋的 我总不能跟着他打担自己的嘛 按你这个身份你想干啥 当逃兵啊 逃兵就逃兵 让我打自己人 还不如以前把我毙了算 全娃呀 你行动的时候到了 要不把你潜伏在军队干啥嘛 那我咋办 你现在啊 你不是军需官吗 拖延他们出兵 煽动他们闹事 你就说缺粮缺草 没钱打仗 就是 我咋没想到呢 干娘 那 我跟我干爹商量一下 好 那我走了 去吧 没钱打仗啊 哎呦 你这傻娃的话嘛 别人说还可以 我马守田说了这样的话 上头都不会相信 咋会不信吗 他们不会相信我马守田 拿不出养兵打仗的钱来的 你想都不用想这招 咋 干爹就是真的吗 有钱 有钱要啥用啊 这世上好多事情啊 不是能用钱来解决的 我这辛苦养了这么多年的保安团 我现在就要拉到前方去当炮灰了 这县里的好青年哪 我都丑死了 干爹 我可听说骑兵里的弟兄至少半年没发军饷了 欧阳青接手之后更是一个字都没发过 这个我知道 前一阵子他找给我借钱 我没借给他 我县里保安团都是我私人拿钱养着的 那县里财政 哪有钱借给他养兵 那欧阳青这孙子就这么窝呢 那欧阳青这孙子就这么窝呢 他从来没带过病 哪知道养兵千日的难处啊 这宁夏政国部队都常年不发军饷呢 各地方部队全靠各自的歪门学道活着 那些没路子的部队 只能是放任自留 抢劫百姓 哎呦 比土匪还凶呢 欧阳青没钱 干爹 您既然有钱 干脆咱那有钱到底 咱给他再点一把火 让他无路可退 咋样 傻话嘛 啥一把火呀你 干爹 既然咱有钱就给自己的理性发一笔 现在青了一个理性根本见 咋样呢 你能让我 你能 这样的话他们肯定闹事就不出品了 哎哟 哎呦 你这招可够酸的 咋样 这这个损人就得用损招了 居然啊 你这主意真是 哎哎哎三军 你这 你啥鬼主意 说这我也听听啊 哎 小小帕 来 老爷 拿点 好 三千 怎么样 够不够 够了 干爹 一会儿我就拿回藏布给弟兄们发了 谁要跟领了过话 我就给他两百九呢 你这个军事官当得太舒服了 你的弟兄们还不欢喜死你啊 三千 你先发着啊 不够了回了一张老神妖 成 这么多钱 哪来的呀 就要打仗了 干爹拿这些钱 是犒劳保安团的弟兄们的 爸 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 怎么说话呢 你这丫头 我什么时候小气过 可是 您不是一直都反对内战的吗 吉令如山 我反对有啥用啊 弟兄们马上就上战场了 不如好好靠了他们一下 鼓一下士气 嗯 那是应该的 司令发了些钱的意思啊 就是上战场之前了 让弟兄们快活快活 谁也不许藏着椰子舍不得话 该吃吃该喝喝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都要上战场啊 谁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不话留着干嘛呀 今天晚上咱们就大吃大喝去 好 我看啊 咱们这次大伙拿着钱 谁也别自己偷偷去享受 咱们这次打仗 是跟骑兵里的弟兄一块 到战场上啊 互相点鼻子有个照应 嗯 我听说他们半年都没有出粮了 咱倒不如啊 请让骑兵里的弟兄 一块好好吃吃喝喝 对 前面是高山河边 是大海 冷冷的北风永远吹过来 不能够向前不能江湖走 让冷风吹心口 让冷风吹心口 是谁曾经握着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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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导船 我捉着准备手 事情握着谁的手 你让你俩坚了 让人俩坚了 我的手 是谁曾经握着谁的手 让你俩坚了 让人俩坚了 让人俩坚了 我来初心打 词曲 李宗盛 笑笑悠悠意去不回头 阵阵狂风笑开黄沙走 逍遥如何黄沙塞门口 路口星空暖气一万九 笑笑悠悠意去不回头 暮空星空暖气一万九 笑笑悠悠意去不回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